你们喜欢吗 我是文杰 今天要喝起勒干棉 勒干棉有没有好奇的 天天都吃的东西 但是有朋友跟我推荐一锅 开了几十年的勒干棉 而且还上过舍舰上的中国 那你们就推荐了 那就喝了 要一个勒干棉一个担酒 要一个一个担酒 一个勒干棉一个担酒 一个的担酒 嗯 他担不我再担 一担�鸡 八万 一担鸡 勒干棉五块五 担酒两块五 一担鸡 一担鸡 一个面一个担酒 对 担酒在后面拿 好的 好的 忘记了 不担鸡哪个位置不安心 他不担鸡 他也不专业了 这些东西都忘记了 一担鸡 一担鸡 八万 老大棉五块五 担酒两块五 一担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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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担鸡在后面拿 好的 好的 我忘记了 不担鸡哪个位置不安心 他不担鸡 他也不专业了 这个东西都忘记了 这种汤吃完好久没有看到了 这还是小时候才会有的 我也是第一回来吃 平时的话我们都是为乐地 我们平时都是在乐地 自己为乐地 还可以加芝麻酱 把圈子的 把芝麻酱还把钱 我把圈子的 我加芝麻酱我把圈子的 我说把圈子加芝麻酱 把圈子的 这个佐料一般都是不用圈子 加芝麻酱完全不洋了 加芝麻酱完全不洋了 它的面占得蛮好 所以我们的面却是这样占的 对吧 嗯 所以这个面占得蛮好 它不像饼啊 它这个定义吃的好喊 因为和芝麻酱的 跟它俩一比 你看看这个面 看这个面 芝麻酱把这个味道 电视不洋 我的咯 整一碗都是 我看我能不能够加芝麻酱啊 你够加一下 你帮我够加芝麻酱啊 自己够 嗯 我飘了就好了哦 那你够的模式 不是有点是寒 你去不了 我吃上来的 我买了 你吃什么 我去做 conf 我买了 你新鲜 不 我买了 你 哎呀 我买了 我买了 完了 你看我的麵齊了 但是右边上面吃 好不然你才会 我觉得我的面 好像有点给我整理做汗了 我夹着麻将以后还是汗 可能我仍品不好 是的 你看这个面吧 我们觉得齐了 我看了蛮好 有蛮活口的 我们年轻人们去 下午去到 今天会半一天 下午回到三十点钟 都是这样的 证明武汉里面的 马头文化 就是以前你起了个面 就是 做苦力的特别多 然后动物 多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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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一个圆圈圈的 是啥 然后拿刀子多的两块钱一块 那个 那个 多么 多么 那个 那个原先的 在那个 公家站旁边的话 那个时候生意好 然后后来他 分家了以后 分家了分了好多家了 就不一样了 就是一毛都一千万好 他自己做的 他自己做的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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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很好奇 冷干棉多 刚刚大姐全程都在跟我垮天 一边在盖头做的起棉 一边垮天 这就是生活呀 他心中的冷干棉 和我们心中的冷干棉 都不一样 那我们心中的冷干棉是网里的 欢迎留言讨论 好了 今天到这里啦 拜拜